同学们好,嗨, 今天我们要学华文 今天我们要学华文,你们准备好了吗?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短视频 现在我们来看这个视频 同学们,他们在做什么呢? 什么他们在做? 对了,他们在种植物 对,他们在种植物 那么他们把植物种在哪里呢? 他们把植物种在泥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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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今天我们要学的新字就是土 hari ini kita nak belajar perkataan Bahasa Cina yang baru iaitu土 土,土, tanah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去 sekarang ikut cikgu baca 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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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的意思就是 土让,你土 maksud土 土 五、二、三、樽 一、二、三 所以 土 我们可以用三话 perkataan土 ada三双筑 这边是土 现在看怎么写土 现在我们来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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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准备好你们的笔和纸 好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了 非常好 现在我们再写多一次 mari kita tulis sekali lagi 同学们现在我们一起来看这些图片 mari kita lihat gambar gambar ini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椅子 ini adalah kerusi 那么这个呢 这个是桌子 ini adalah meja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柜子 ini adalah kabinet 那么现在老师问你们一个问题 所以现在请问你们一个问题 这些都是用什么做的呢? 什么这些是什么做的呢?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有没有你们知道吗? 这些都是用木做的 什么这些是什么做的 什么这些是什么做的 对了,今天我们要学新的字 就是木 呀,现在我们要学新的字 现在跟着老师一起图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木的笔顺 木材, maksud木, ialah kayu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木的笔顺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木的笔顺 那,木一共有多少个笔顺呢? 木有多少个笔顺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数一数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木的笔顺呢? 我们一起来看木的笔顺呢? 一,恒 二,素 三,贴 四,那 所以木一共有四话 诗贯顺呢? 木有四话 一,二,三,四,四话 现在我们一起来看 木怎么写 mari kita lihat Zara menulis 木 再来 现在我们一起来写 木 sekarang mari kita tulis perkataan 木 准备好你们的 笔和纸 好你们准备好吗 现在我们开始了 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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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再写一次 mari kita tulis sekali lagi 横 横 树 撇 撇 撇 捏 捏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啦 拜拜 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可以点赞哦 想观看更多影片可以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 by bwd6